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又开了一家顶级的烧肉店 这家店只卖澳洲9A Plus等级的和牛 而且每一块肉至少经过60天的熟成 让牛肉更软嫩更多汁 风味更佳 招牌的板件薄切 油花分布得非常均匀 所以一入口满嘴油花香气在嘴中化开 另外粉色的牛舌入口弹牙 满是牛肉香浓的滋味 特别的是店里头为客人提供脸红心跳的 壁冬服务 让女性顾客害羞到不行 但是噱头十足 它这个肉跟外面不一样 它有很顶级很新鲜的食材 吃起来很入口非常好吃 它们的肉都好嫩 而且它们的油 就是油滑都分布得非常均匀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特别 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肉 让客人吃到赞不绝口 是因为这间日式高档烧肉店 卖的牛肉全是澳洲9A Plus等级的和牛 不只顶级烧肉人气横 眼前这三位帅气的小鲜肉 更是吸睛卖点 哈囉 大家好 我们是约克夏 约克一下 我是约克夏Jungle 我是约克夏West 我是约克夏Young 送信接下来带一首歌送给你 动人的嗓音让女性客人小多段状 害羞到不行 但接下来的喂食服务 更是让人瞬间融化 吃尽嘴力填在心里 非常特别 就是难得有小鲜肉 可以现场还喂食 有喂食秀这样子 然后让女生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另外还记得韩剧皮诺秋 欧巴李仲硕把女主角普姓 会逼到墙上霸气壁咚的这一幕吗 来这吃烧肉 帅气的小鲜肉 也能与你来个脸红心跳 送上近距离的壁咚服务 哈喽Joyce 我是West 今天用餐还满意吗 你很漂亮 希望每天都可以来 每天都可以跳 很害羞 第一次尝试 感觉还不错 太接近了 我还不好意思 气氛欢乐又创意十足的烧肉店 如后推手是63年次的老板邱黄翔 市资2500万 打造160平的用餐环境 夏溪市的排烟系统 让客人不必再担心吃烧肉会沾染到浓浓的炭烧味 会花费130万 设置平板电脑点餐系统 让客人想吃什么马上点选 不必等待服务人员 让点菜更添效率 高品质的用餐服务 食材当然也要很顶级 这个是我们从澳洲进口的存种和牛 它是AA9加等级以上的 并吃不是好料不上桌的原则 邱黄翔的店里只卖澳洲9A Plus等级的和牛 每块肉得经过60天的湿式熟成 全身在冷藏状况下保鲜 不经过冷冻 让牛肉更软嫩多汁 风味更佳 因此无法用机器代劳 还得废工地用纯手工细心处理 我们会去判断它的纹路 然后从它的油脂的分布 跟它上面的筋 我们会去把它挑开来 然后顺着纹路把多余的部分取掉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依照它的整个的油花分布 去做厚薄膚的切片 手支牛肉纹粒 邱黄翔用手链的刀工 修掉多余的筋和油脂 一块块处理好的手切和牛 全是生食等级的顶级美味 因为我们的牛肉全都是生食等级的 所以可以这样直接吃 完了它的口感 就比鲑鱼还好吃 浓浓的牛肉的味道 整个上来然后软嫩 喜欢的人真的很超赞 瞧瞧这盘板件薄切 红白相间 油花如大理石纹路般的美丽 而一板肉属于下肩胛的部位 切成骰子般的大小跟厚度 让口感和美味度大升级 每盘牛肉端上桌 就像一道道的艺术品 装点得十分美味 而不同部位的和牛 也都有着不同的口法 牛肉的部分我们会建议大概五分左右 那因为五分它把里面的油脂 也有逼了一些出来 我们在剿切的部分 也大概差不多跟 也是差不多四五分熟 板件的部分大概在六分左右 那你烤到差不多六分熟的时候 你搭上我们的盐葱跟蒜片 把它包在一起 然后入口就吃了 那个味道就很好 板件薄切一入口 满嘴油脂香气在嘴中化开 油香肆意入口即化 而一板剿切厚实软嫩的肉质 一样有着丰富的油脂 越咀嚼越香 另外乐眼牛排 不油不腻软嫩不柴 咀嚼时散发浓郁的牛肉香气 我平常去外面吃 我都会加很多酱料 对啊 可是在外面吃的话 因为他们感觉都不需要用酱料 就吃原味了就很够味了 整点芝宝特选牛蛇 口道刺分手 有着最佳的嫩度和脆度 尝起来比一般牛蛇还要更软嫩 另外一片片的牛蛇刺身 入口弹牙软中带脆 舌尖完全能感受到风鱼油脂的香气 而鹤牛刺身口感媲美生鱼片 多汁香嫩有如黑鱼般 在嘴中入口即化 就是它咬下去嘴巴都是那种和牛的油脂 对所以就非常好吃 这个是北海道的帝王蟹 它一只有五公斤重 对然后我们很多客人来都喜欢点一只 然后直接开下吃 一只要加上万元新鲜鲜捞的北海道帝王蟹 蟹饺经过简单烧烤五分钟 硕大肥美的蟹饺肉质饱满扎实 吃进一口就有大块朵鱼的幸福感 同样活跳跳的新鲜海味 还有长20公分的澎湖鸣虾 尖上花雕酒在耳卵石上焖煮五分钟 虾子的甜度和鲜味瞬间锁住 尝起来鲜美弹牙又扎实 并带有淡淡的酒香 这个是我们的上选牛舌 所以基本上它大概三四分左右就可以吃了 邱皇祥的烧肉店在短时间内 立刻累积出高人气 未来它计划在全台陆续展店 扩大经营规模 那我们估计大概在半年左右 我们会开出第二家店 那如果整个成绩都还不错的状况之下 我们大概在两年里面 目标是大概长1到10家 然后应该在第六天开始会在台中 好 来 我们来试试看美女 技术高档食材最为卖点 加上噱头十足的壁东服务 进军台北的烧肉市场 邱皇想要在竞争激烈的烧肉一级战区 迅速抢占一席之地